老杨到处说 根据外电报导 美国众议院可能在这个星期三 要以快速程序表结 表结一个提案 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交易所上市 其中有一个条款 中国公司要提出证明 你这个企业是不受政府控制的 这个提案呢 当然就是说 要确保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 跟美国公司一样 要符合独立审计的要求 而这个提案呢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三分之二通过 应该不会成什么问题 这个提案其实是 今年五月呢 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 已经通过了 那么众议院安排呢 常常用于没有争议事项的 快速程序表结 说明这个提案 美国议会里面的民主共和两党 大多数是支持 当然我们也知道 中方一直拒绝 美国的会计颠读委员会 审计包括阿里巴巴 百度 腾讯这些人 在美国市场交易的进行审计 大家都还记得 特朗普呢 前不久 也签署了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企业 美国公民 投资三十一间 被指跟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公司 这个行政命令呢 是禁止美国公司的个人 直接透过基金 持有相关中国公司 明年一月起 不可以再购买 或投资包括有关 中国公司的新兴市场的基金 明年十一月 美国投资者要撤除 这次关于中始 中起 以及在美国上市的一些限制 好了 接着是对人 今年七月十七号 应该是纽约时报率先报导 美国正在考虑 对所有中国共产党党员 实行签证的限制 十月二号 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 在他的网站发布了 这个新的政策的文件 宣称将不再受理 任何中共党员 其所谓的极权主义政党 成员的移民申请 这文件主要是针对中国来 美国的国会已经通过了 应对美国安全威胁法案的一部分 这个是其中一部分 就任何人 只要你加入过中共党员 或者所谓的极权主义政党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 也无论现在是不是还在党内 你的移民美国的申请都会被拒绝 政策同样适用于这些政党的分支 或者附属组织的成员 包括可能的包括少先队 共青团等等 民主党派算不算了 到时候再说 胡锡进说无所谓 因为中国很多优秀人 还是做共产党员 那你不让我们这个党员去的话 我们优秀人才会留在国内 他认为这个有趣 有意 好了 这个东西呢 美国的这个 在上个月 那么也谈到了 这个除非有豁免 或者是曾经是 美国国内或者外国共产党 和其他极权政党的成员 或已知相关成员的移民 都不会被允许进入美国 所有谋求移民的外国人 包括人已经在美国境内的 共产党员申请 将身份转为永久 合法居民的生活 都不被受理 那这个事情呢 中国共产党现在据说 有九千三百多万党员 连同他们的家属 大概有两个多亿到三个亿的 而且这些党员多数 都不掌握权力 普通人 所以有人说 那根本制裁不了中国 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动作又来了 美国最近有关执法部门 多次突击检查 中方航运企业人员的 共产党员身份 批评这是麦卡锡主义 这是中方的批评 也就是今天吧 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就说了 中方共有21艘的轮船 在美国港口停靠的时候 遭到美国突击检查 九月份以来的 中国的航空公司 有16架次的 美国航班的机组人员 遭到盘问 有的盘查时间有几个小时 反复纠缠你共产党员的身份 你入党的原因也要盘查 这个当然对中国来讲是很难忍受的 你这次干扰中美正常人员的往来 来制造麻烦障碍 这好像是麦卡锡主义恢复了 中方扬言也要反制 中方怎么扬言反制呢 不知道 那好了 整个这个中资企业不能够上市 美国公民和企业不能投资 中国企业 这些企业又是31家跟军方有联系的 可能美国这方面的情报收集工作 做的还是比较细的 紧接着对中国共产党员身份的 大陆人士禁止移民禁止申请入境 已经在美国境内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你也不能够申请留在美国永久的居民 这些现象说明 说明一点 一个是呢 特朗普在赶在他卸任之前 作为一些大幅度的条 第二表明 民主党的对华政策 拜登的对华政策 也不会出现 当他入主白宫以后的大幅度的准变 我想这个心理准备 北京应该是有的 但是不是很充分 不得而知 所以呢 这个郑永年 那么前不久 在一个论坛上讲 中美关系有限全球化 和中国经济的未来 他的意思当然谈到一点 美国在内政的问题 无法解决之时 他的领导人只会在外交领域上 做文章 那么在外交领域上 做文章 除了去修补跟老欧洲的关系之外 其实在亚太地区 针对了这中国 所以呢 在郑永年是告诫 不要对拜登抱有任何幻想 也就是拜登或许 在对华政策的一些手法 一些处理的过程跟特朗普会不太一样 但是可能在某些问题上 对中国更强硬 比如说台湾问题 比如说南海问题 比如说对中国在美国的企业的限制的问题 我想这个东西呢 它是有一定政党和民力基础的认同和支撑 那么中国要做好什么呢 中国要做好更多的开放 所以内循环外循环双循环 其实要坚持开放 郑永年这个开放这个观点 讲得非常好 因为从历史上来看 越开放的国家得益会多 封闭锁国导致最后的衰落 所以全球化它还是持鼓励态度 而没有现在美国现在的国内的阶级矛盾 社会矛盾贫护悬熟 从这两年来看 黑人的命贵啊黑命贵啊等等啊 白命贵什么贵 这些极各种思潮的幻想 美国国内问题 因为这次的总统选举 社会的裂变伤痕 要弥合是需要时间的 恐怕这个拜登这四年 要花很多心思在市场面 所以呢 当然这个郑永年当然对中国 听说这个中产阶级有四个亿 他认为呢超过美国人口总和 他认为没有多少企业 或离开大的 他对一点呢可能过于乐观 在全球化其实下 这个观点我还是接受 谁更开放 谁的获利更大 好了 这你要跟大家强调不是一个现象 一个逻辑关系 而是要告诉大家 对华政策的转变立场 立场转变 是美国两党的共识 而这个共识不可能因为 拜登的入主 白宫 而出现了本质性的变化 第二呢 中美关系在 领土安全 国家安全 国防安全 意识形态领域里面的安全 很难有妥协 让步的余地 但是中美关系 并不是一无四处 比如说在经贸层面 文化交流 教育层面 人员往来层面的 合作空间 还是可以做一些 改善关系的努力 这里面呢 有一点 大家之前呢 对完全脱钩 忧心忡忡 但是从这个趋势上来看 四十多年的 你中有我中有你 之间的这个经济的配置和分工 其实已经跟构造 已经形成 完全脱钩的可能性 不大 但是即便要实现 完全脱钩 也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和过程 这里面还会出现一些新的变数 最后一点 改善中美关系 当然是需要 老大老二 或者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最大的超级大国 你不可能永远这样战罢诺章 总是要想办法找到新的游戏规则 总是要去主动的设计新的停损点 踩新的刹车板 但是呢 重新理定这样的游戏规则 给北京的领导人时间不多 顶多四年 很难预期四年以后 还是拜登的当政 很难 很难预期 可能那个时候的美国的政局 有新的变化 好了 也就这四年 这四年间 台海关系会不会出现突变 南海问题会不会成为新的聚焦点 好不容易成立的 和签署的RCEP 能不能最终实现和落地 中国跟日本韩国的 东亚自贸协定会不会落实 中国要主动加入这个 RCTTP 会不会如愿以偿 中国跟外部世界的关系 中国的一带一路 中国的其他的内政外交 会不会是新的格局的变化 这些东西都是在未来这四年 2021年之后的四年 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也可以预期的 那么这个中国会不会走回头路 会不会闭关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的对比 会不会以哪一个突发事件而出现逆转 所以第一 美国对华政策在拜登手内 应该在某些领域是会强硬 台湾问题 还有其他人权之类的问题 在国际组织之间的较量可能更直接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关注的 幸好有这些问题 老杨到处说才有取之不尽的话语题材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